我只想说能不能让短道速滑的场地干净一点 干净一些 短道速滑项目是韩国队的优势项目 他们凭借着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 曾一度统治冰场项目长达16年之久 让外国选手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一脚铲杯两名大将 韩国短道速滑到底有多脏 可能只有熟悉短道速滑的粉丝才知道 2010年短道速滑1000米市井赛上 韩国选手朴生智恶意犯规 这里圈别有用 朴生智导致周阳被撞出赛道 挤住错位 无缘接下来的接力比赛 而这一次周阳和王蒙接连受伤 导致中国短道速滑女队只剩三人 最后被迫放弃了最后一次的团体式锦赛 而韩国队如愿拿到了冠军 然而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 韩国队故技重施 韩国选手黄大献将中国选手五大竞技出赛道 但是韩国队却在主场的庇护下 顺利完成比赛 五大竞被裁判判违规出局 幸好这一次五大竞受伤并不严重 他重整齐步 在之后五百米速滑的决赛上 成功将韩国选手甩在身后 干干净净拿下了金牌 其实韩国选手的脏 可以说是全世界文明 尤其是在短刀速滑这个项目中 不仅一次犯规 为一包夹推散 就连外国选手都看不下去了 就不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短到复华男子一千米的决赛上 当年品鉴决赛的有韩国王牌选手徐拉和林孝俊 美国选手克罗尔 加拿大老将古拉德 还有匈牙利选手刘少林 对于喜欢在决赛场上采取包夹战术的韩国队来说 这次决赛他们是非常有信心可以夺冠的 毕竟有两名选手进入了决赛圈 只要进行包夹和相互牵制 金牌自然会收入囊中 但是很显然 他们实在是太天真了 以为没有实力强劲的中国选手 就可以轻松赢得比赛 殊不知他们没有体育精神的比赛方式 早就让其他国家的选手看不下去了 比赛开始之后 加拿大老将古拉德迅速占领第一位 而韩国队还是采用惯用的跟随战术 在赛程还剩下三圈的时候 韩国选手安耐不住开始赶超包夹 却没有想到刘少林根本没有惯着他们 直接一个飞铲 将韩国的两名大将铲倒在哪 就这样古拉德和克鲁尔没有了对手 轻松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这是韩国选手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原本以为只要按照以往的战术 就可以轻松赢下比赛 没想到外国选手学会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看来韩国短刀副华队的脏 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 他们这种为了凝固者手段的行为 也令所有人所不齿